好,先复习一下上礼拜我们讲了什么 上礼拜其实没有网路 所以我们讲的东西比较少 那主要是讲字串比对的部分 那在字串比对里面有一个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寻找子字串 那寻找子字串可以做出像这样 包含这个字串或包含那个字串 那或者是利用不同的字串来做夹挤出某些东西 那像这个是一个包含父亲母亲两个子字串的例子 那这边是用前后的夹挤方式来夹挤出SML的标记内容 那这种是属于用字串比对的方式 那字串比对不只是可以用字字串 它可以更复杂一点 稍微更复杂一点像正规表达式 那所以上礼拜我们所看到的其实 那个东西不能算是正规表达式 因为C元里面没有内建正规表达式 那你必须要去额外抓函事库 那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正规表达式的函事库 在C元里面 不过格怒里面有附了一个 Linux里面也有 所以如果要用正规表达式的C元是要额外抓的 但是呢C元的内建有一个非常像正规表达式的东西 就是SscanF 那所以我们上礼拜就示范了 怎么用SscanF来做比较复杂的比对 包含像是URL超连结的 把一个超连结网址可以拆成 拆成协定部分啊 网站部分啊 路径部分啊 这样我们可以用一行的SscanF就做到 那上礼拜我们有解释一下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的这个字串是什么意思 那各位应该要写得出来 这个期末卡的时候 我们也有可能会给各位一些范例 请各位写出来 所以各位回去要再查一下 正规表达式或者是 待会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我告诉各位这么写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已经不是正规表达式了 我们看的是比较更深入一点的东西 是自然语言处理 但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自然语言处理 会是属于那种 不是真的 真的很像自然语言处理的 自然语言处理 因为自然语言做到现在 其实并没有解决太 没有解决什么重要的问题 因为可以做得好的问题呢 通常都很简单 那做不好的问题呢 一直都做不好 所以他们并没有解决什么太重要的问题 那目标很高远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让电脑完全了解人的话 电脑可以直接跟你对话 跟你交谈 了解你所说的意思 帮你做到你想要的事情 这些当然是太远了 如果电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这个电脑就变得可能比人还要厉害 那这个世界统治者就不应该是人 应该是电脑 所以这个已经到了科幻小说的层次 但是我们计算语言学 其实它的终极目标一直是这种东西 那但是目前为止呢 做不到 那这是一件坏事 对研究者来讲或许是一件坏事 但是事实上对整个人类来讲 或许是一件好事 万一你做到了 那骇客任务的世界就可能会出现 人被电脑养着 只是为了要抽取你身上的营养而已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可能就真的会出现 那所以呢 我们做不到其实怎么看 你怎么去看其实是很难讲 因为这个东西有点科幻 那在真正的目前做得到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里面 大致上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统计式的 那统计式的其实是最近 就是大概前几年 web 就是web开始发展之后 这十几年了 统计式的变得比较受注重 那原因是因为网络上的文章很多 你可以抓下来做统计 变得比较容易 从前在没有网络的时候 文章又少 那你统计的那些资料不容易取得 所以统计式的方法在早期是比较不容易发展的 但是因为这几年网络爆炸性的成长 所以呢 统计式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那规则式的是比较早期一直都有在用 其实现在也有在用 但是目前大家研究方向会比较偏向统计式的 那像Google其实他有做翻译嘛 那其实Google的翻译已经算是做得很好的 他甚至还为了这个去把一个 一个原本机器翻译做得很好的学者 挖到他Google的那个的研发中心里面 那那但是事实上也只能做到目前Google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并没有说到很突破性的层次 那另外也有可能用像神经网络式的 那但是神经网络式到目前为止 应该算是一个非主流的自然语言处理方式 那因为他的处理神经网络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办法有明确的进展 因为他的理论不是很清楚 然后到底做出来的东西是代表什么意义也看不懂 各位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有人写出来的神识看不懂它的意义 在神经网络就是这样 你提出一个架构 但是那个架构跑出来一堆权重 那堆权重说可以解决掉某些问题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的 就算是他的作者他还看不懂 但是透过某些训练啊最佳化的方式 最后他会找出一堆权重 让你看起来好像他还做得还OK 像特别在语音辨识啊手写辨识啊 这种东西在神经网络上面就往往会表现得不错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还是比较简单的 规则比对法 就是规则式的这种方式 规则比对法 那不管我们是用生成语法或格状语义 最后你都必须要把语句和某种规则 那生成语法就是生成语法的语法规则 格状语义就是那些 就是动词为主的 然后某个人用什么工具 做了什么动作对谁 这些东西是格状语义的部分 那这些其实都算是某种规则比对 只是有些规则比对变得比较复杂 有多层次的 那有些规则比对很简单 就是只有一层 那以我们上礼拜看到那个ScanF 那个就是只有一层 那个是很简单的 但是呢 以我们一开学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生成语法 倒过来用变成剖析的时候 它就是多层的 那这种规则比对的方式 在自然语言里面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规则比对方式 但是比较著名的有一个叫做Chart Parcer 就是Chart就是表格 表格剖析器 那这种方式我们有机会再来看 今天要看的是 连剖析都不用剖析 直接用很硬的自算比对方式 就可以做到一些很骗人的结果 那这种很骗人的结果 最著名的一个范例 称为Eliza Eliza 那Eliza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英文的名字 女生的名字 伊丽莎嘛 伊丽莎 OK 所以叫Eliza 那Eliza在自然语言领域里面很著名 其实她不是一个女生 是因为她是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呢 很久很久以前就发展出来 1960年就发展出来 那那时候当然是英文 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中文 那英文的Eliza呢 你可以跟她聊天 那很多人都被骗了 以为她真的是个人 在1960年的时候 就很多人被她骗了 觉得这个城市一定是个真人 他根本不知道那是城市 然后他就进来 进电脑系统 然后进来就这个画面 然后他就开始跟她聊起来 那他觉得他真的是个人 那这个技术 各位其实在那个最近也常常看到 什么样的技术呢 有时候你进某个网站 他突然跳出一个小视窗 然后说就开始跟你聊天 那有些人就真的跟她聊 是上那个根本就没有真的人在跟你聊 那个东西其实都是假的 机器人城市 那我们这边就写了一个城市 叫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 其实就是模仿Eliza 但是做成中文版 那所以你把它编译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执行 那如果不把前面两行给你 直接从这边开始 直接从这一行开始 你就可以跟她聊天 那有些人真的不了解 这种东西的话 或许他还会跟她聊得很愉快 那比如说 他问 你一开始进去问他 你是谁 他会回答你说 那你认为我是谁 OK 那电脑吗 那 他会问说 他会回答说 你说的电脑是指我吗 然后 你再问他是指你啊 然后呢 他会跟你说 别说我了 谈谈你吧 你跟他讲 今天真招高运气不好 他会回答你 为何不好 我的好朋友不理我了 然后 他会 问你 你的好朋友不理你了 然后你再跟他说 他生气了 他会跟你说 请继续说下去 你再跟他说 我们吵架了 他会问你 你们为何吵架了 喂了一包泡面 然后他再问你 想不想多聊一聊 那你跟他讲 不聊了 他问你 为何不聊 OK 因为心情不好 他再问你 为何不好 这时候你有点烦了 跟他说再见 他说好 祝福你 你 你觉得这样一个城市 很怪吗 你写不写得出来 想不想得出来 怎么样子写 可以写出这样一个城市 那事实上 能够写得出这个城市 绝对不是 1960几年的时候 自然语言处理的城市的能力就很强 绝对不是这样 而是这个城市的作者 其实很了解什么叫做谈话 这件事情 因为他很了解什么叫做聊天 那当你很了解什么叫做聊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有很多人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在听你说 但是他还是可以跟你聊得很好 那他既然没有在听你说 他怎么样子才能跟你聊得很好的 有时候他有听你说 但是他 他可能只是 只是敷衍一下 对不对 OK 那这个城市基本上就是一个敷衍城市 我要怎么做一个敷衍式的聊天机器人 好 那这城市是一个 是一个很经典的范例 那待会你可以先试试看 先试试看 我先卖个关子 不让不要把答案讲 讲了 那这个城市当然在这里 我们不把答案讲了 你直接去下载 编译执行 跟他聊一聊 然后呢 告诉我你的想法 他是怎么做的 你也可以进去看城市 我们已经把它贴到社团 所以就请各位直接 奇怪 难道我还没完全贴上去 这个字是什么呢 真的刚刚没贴上去 现在才贴上去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们贴上去的这个网址 你把它按右键下载下来 那先执行看看 照我刚刚的方法 先编译 用GCC编译 然后开始打ChatBud 然后执行 试试看 那这边是我的便宜方法 如果你看 忘了 你就来看这里 那可以开始跟他聊天 我就直接来聊聊看 问题是我们这边 怎么只有大一输入法 这样我打不进去 好 这个太神奇了 好 有了 好 好 好 我正在跟他聊天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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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中文字幕——YK